好 信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上帝的恩典 那我们今天能够啊 透过网络视讯跟海内外的童工 一起来分享福音戒读 啊我们这次的系列呢是啊 我们要看神为我们行的大事啊 我们啊 晨曦为了生命故事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把时间交给肖建旭老师 那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那我们今天能够啊 一样可以通通过网络视讯 跟海内外的童工同学 一起来分享啊福音戒读 我们再次的将我们今天所要经过的时间 啊交托仰望在主人的手里 主啊特别为我们的所有的机器设备 所有的啊传达都能够清楚 求主来带领 也让我们讲远所分享的都让能够 啊让弟兄姐妹都能够听得明白 主我们谢谢你再次的仰望你 带领我们下时间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好那我们很快的把时间交给肖建旭老师 各位线上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啊 我是建旭 感谢主这个教室是我 之前在这边读诗时候 有满满回忆的教室 很快六年了 108年 然后回到职场 106年回到职场到现在 感谢主 一切都有上帝的带领 好 我们 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今天所分享的我的题目是一生的果效由新发出 然后我用罗马书七章18节到25节 我用的是吕宗宗 版本 译本 好 首先我们看到这句话 吸毒一时 戒毒一世 这一句话是我 我记得是 我还没有碰毒品 差不多国中的时候 我记得在我们台南的乡下 或者是到处的卫生局 或者是药局的门口都会贴了 这个 这个布条 当时候看都没什么感觉 但是后来等到 13 4岁开始碰上了安非他命以后 又进出了监狱 这句话我后来都不敢去想 不敢去看 因为会越看就越难过 但是现在 因为上帝的恩典 可以服侍跟我同样遭患难 过去这样遭 引头捆绑的人 我会发现这句话写的真的非常的正确 吸毒一时 戒毒一世 我可能用了十年在吸毒 但我却要用我的大半辈子 后面的光阴 去面对我所成瘾的问题 因为我 个人有很深的感觉 就是说 当我们选择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我们所面对的不但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家人 因为我现在所做的工作非常的特别 我是在我们协会负责协谈 然后负责写计划的 这个工作说坦白一点 如果按照我自己的经验 我是连 我是连想去面对都不想去面对 因为有好多好多的事情等着我去解决 我会发现信耶稣是 信耶稣是一段不断前进的过程 这个过程 是可以去经历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 但是是回过头看是非常美 但是面对的时候真的有时候 靠自己真的是胜不胜不过 好 我个人 这是我个人的生命历程 过去我在国中的时候 很多人 那时候安非他命大流行 我的我家 我的外公是警察 他是第一个知道我吸毒的人 然后很特别的是 他从小就告诉我不可以吸毒 不可以吸毒 不可以吸毒 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再怎么样人 再怎么样 可恶都不可以吸毒 这是我阿公跟我讲的 他所谓的可恶是 就是说你走偏了 再怎么样就是不能去碰毒品 但是我发现我从小到大 尤其是还没成瘾之前 我的好奇心特别的强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我有能力拒绝上瘾 我有能力为自己活 我有能力去面对我所遇到的事情 然后我就抱着侥幸的心态 尤其那个侥幸的心态 我到现在 现在是越来越不会 过去 在服刑在吸毒的那个过程里面 我常常会听到自己在跟自己讲 说服自己 明天 明天一定会 就是我每天都抱着 传到桥头自然质的 的念头去过生活 然后自己骗自己 然后自己也骗别人 然后就这样谎言说服了我自己 为我自己活 我记得从小到大 我的 我是担心家庭 所以我的妈妈非常的疼我 可是当她发现她的儿子 吸毒以后 她渐渐的她觉得不太对 到最后我妈妈是哪个 会打电话报警的人 我现在回过头来 我很感谢我的家人 但我知道 若不是圣灵的感动 这样的事情不会成的 就因为我有侥幸的心态 抱着侥幸的心态 以至于我所做的每一个选择 都会变成伤害 我总是伤害我身旁的每一个人 甚至 我的亲朋好友 每个人听到 每次讲到我 每个人就摇头 说这个小孩子怎么从小到大就 没菜 就是 好不容易 好像可以有所长进 但是怎么会去碰毒品 他们都想不到 尤其是当我碰 长期使用安非他命 成为一个情绪失控的人 他们会觉得说 真的跟鬼一样 所以我妈妈曾经跟我讲 这辈子我妈妈跟我讲了三句重话 第一句是说 我在监狱的时候 他去看我他直接就告诉我 你可不可以一辈子就在里面 你不要出来 第二句话是我妈妈讲的 他说我上辈子欠你的债 为什么这辈子都还不完 最后一句是 我妈妈很后悔 生了我这个儿子 他说早知道 出事的时候就把你掐死 到现在 我每年只能过年的时候回到家 因为台南是我太熟悉的地方 妈妈就说你尽量在台北 其实我可以大可以跟我妈妈说 我都已经借赌借了12年了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我说不出这一句话 是因为我知道 我蹂躏了他这么多年 我真的没有资格去讲这一句话 还有就如同在晨曦会被教导的 吸毒一死 真的是戒毒一事 但感谢主 有了福音 因为有主成为我们的依靠 我有新的盼望 好回到我们的主 失去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过 就是当你在成你的过程中 你面对自己 你面对家人 面对你所关心的人 你不断的破坏你们之间的信任 你会发现到你对于将来的盼望是零 然后你就会 尤其是我当时候的想法是 我每天就为了毒品 我可以什么事都做 但没有毒品我就没有安全感 然后我在我不愿意去面对现实是 尽管我知道去卖毒品 绝对会被抓 我知道我做了这个事情 绝对会怎么样 但是我就是会觉得说 随便啦随便啦 反正我就这样过一天 然后我深深的体悟到 我的良心越来越没有 信任 希望 然后现实面还有良心 全面崩盘 就像圣经加拉太书五章十七到十九节 肉体之行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淫乱 污秽 邪当 拜我向心邪术 敌恨 纷争 妒忌 暴怒 淫失 真胜 分立 派别 嫉妒 醉酒 荒烟 以及和这一些相类似的事 这边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 显而易见 我记得我从小到大 尤其是碰了毒品以后 最了解我的人就是我的妈妈 他总是会第一个直觉就知道 你是不是又碰了毒品 我总是尽量的装 就是装不出来 然后他就是有办法 有办法 看得出我做了什么事情 连我说谎 我妈妈也是知道 因为我是他生的 他一定知道 但是我自己却骗我自己 好 这边所讲的 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边所讲的并不是说 因为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人 加拉太的教会 他是在告诉他们 肉体跟圣灵 是相争的 肉体之行是显而易见的 什么是显而易见 可以清楚且被容易 知道是你装不了 然后你就是会 圣经所讲的 隐藏的是没有不被显露的 好 过去还没有信主前 我的人生 我想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我想成为我家里面 我爸爸 我妈妈 我家族所盼望的那一个人 我甚至想成为 一个好哥哥 甚至想成为一个好儿子 但是我做不到 我发现我吸毒 就这样一直堕落下去 我还是会常常骗自己说 有一天都会好转 但是真的吗 所以欺骗 批评 论断 冲突 定罪 控告 推卸责任 就不断的巡回在我的人生之中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怎么办 尤其是进到监狱以后 关了三次 第一次因为贩卖毒品 判了七年两个月进去 关了五年出来 不到半年又进去 又关了三年多 然后之后又这样 又进去一次 每一次出狱 每一次进去关 我每一天看着窗户 我就会想说 我一定不要再进来 但是等到我出狱那一天 我就又告诉我自己 没关系 吸一两口没有人知道 我就这样 环反复复 轰轰扼扼的活着 好 回到我们的主题 一生的果效由新发出 我今天会分为三段 第一段叫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二段叫想改变却活不出 第三段是信靠主 满有恩典 我们来看金姐 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节 我知道在我里面 就在我肉体之中 没有善住者 因为自愿我虽有 把良善做出来了 我却不能 因为我所愿意的善 我不去行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到去行 我所不愿意的 我若去行 便不再是我做出来 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罪 做出来 现在我在协会负责协谈 每次看到很多的个案 先接电话 然后看到家属带着个案 来到我们办公室 然后要经过评估协谈才会入住 我看到很多我以前的影子 在他们身上这样 就看他很熟悉 但我不能以我的经验 去推断他就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但是很奇妙 就是当我真的在信仰里面 这样读经 然后祷告 然后知道我不能离开神 的那个状态下 我会发现我对一些事情 越来越敏感 但是过去没有 过去呢 我只知道我成瘾以后 我每天都活在后悔里面 我想着就是怎么去为了毒品去张罗钱 我想的是怎么从我身旁 那些爱我的人身上去 钻点钱出来 因为没有钱就没有毒品 而且是只要是醒着 我就是在使用 所以我去回想 我过去我到底在为什么而活 我说坦白一点 我是为自己而活 我心里面想的全部都是 就如同刚刚经文所说的 都是罪的彰显 我进出监狱三次 我也问我自己 为什么改不了 后来我真的 去回想 我每次在监狱里面 进到里面 我跟那些人 跟监狱的那些弟兄们 我每天所讨论的 都是外面的风花雪月 讲的绝对不是互相奉劝说 出去就不要再碰了 不是出去就是要想尽办法 不要再被警察抓 为了就是怎么样的 让自己人尽量的 赚法律的漏洞去赚到钱 我真的不想这样做 但是一边吸毒 一边思想就活出来 所以我心里面想什么 我就活出个什么样 身影异界 心影难除 心影是人对成瘾物质的依赖性 以前我家里面的人 只要是讲到 每次讲到我是不是吸毒 就好像直接戳中 把心打中我的要害 我马上就是翻脸 为什么 我只能做翻脸的动作 我其他做不出来 为什么 我只想 我越挣扎 我越抗拒 我就是在越证明 我是在那个状态下 所以我妈妈就能断定 我的弟弟 我的家人 只要东西不见都是找我 说实在的 我也随便了 那时候的我就是 我也不想 我不知道我活下去是为了什么 所以就这样 反反复复进出 关了监狱 关了十几年 然后三次 后来 来到台北 101年出狱来到台北 然后就 待在这边 待在赶路的宴 在台北 借完读后 被我们 协会 送来 晨曦会读书 说实在的 当时候 我很感谢 栽培我的牧师师母 他们也跟我讲一句话 因为当时的我在 我们的协会里面 我坦白说 我在借饮的那一段过程 就是那一年的 富裕 一年半的富裕 期间 若不是同工 有着从神而来的怜悯 我早就因为违规 就离开了 但是我也知道 我回去一定会再碰 那种心里面的痛苦 不知道跟谁讲 但直到来到 晨曦会 然后 透过这边的装备 真的 我心里面 打从心里面 就知道 借心 借 心瘾 最重要的就是借罪 因为我们人 没有办法 互救 或自救 尤其是 当人有越多 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在最终 你是越碰壁 好 在那么痛苦的状态下 但是接受了福音 那时候还是对福音 不清不楚 我所谓不清不楚 是我很早就接受福音 是在监狱里面 那时候很特别 是我在第三次 服刑的时候 刚好 台湾有个戒毒村 它分为基督教班 跟佛教班 我在那时候 在山上 那时候就接受 我报名的是基督教班 但 那三年的生活 我回想去 为什么我出狱了 还是没办法改变 我不信了主吗 其实我信的不清不楚 后来才真的知道 信主是一种生命的关系 我想改变 不是 我用我自己来改变 我外在的行为 而是要从内而外 真的 把罪 除掉 才有办法 戒掉我外在的行为 罗马书七章21节到23节 想改变 却活不出 所以我见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行善的时候 总有恶和我同在 因为按我内心的人来说 我道 急 暂喜上帝的 之律 但我却看出在我肢体中 另外有个 恋有个律 和我心事之律 交战 把我辱去 去服从那 在我肢体中 的罪之律 使徒保罗在这边所写的 他不但是在写 所有人活在那最终的状况 也包括信主之后 你还是会一样要面对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还有身体 我们 我以前常常在想 我们的上帝如果是这么的厉害 为什么他不把我直接把我的毒瘾拿走 那我就可以把毒借掉了 那我这种想法很天真 而且我有很多的想法是 对神产生的怀疑 我总觉得 他就是个宗教而已 然后他就是怎么讲 我信上帝 我信这个福音 应该是保守我 事事顺心 然后 尽量什么想法都没有 就是做什么赚什么 然后都顺顺利利 后来发现 真的信主之后 我才真知道说 原来我有很多的想法 是受了过去老我的影响 但我的老我要怎么胜过 就如同这边所讲的 内心的人指的是我们的良知 他会受你的欲望 你的情感所影响 良知会影响我们外上的行为 也就是说你外面的行为 就显出你里面在想什么 但我并不是说 说坦白一点 我们在线上有很多 借引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 什么时候 才是 真正的考验我们所信的 是不是 对的 我们所说的信的 对不对 并不是依你的行为 而是依你的内心的想法 离开门训 然后到 回到职场 然后先做主任 后来当了会晤 我发现我越来越需要上帝 所谓越需要上帝 我就分为三个阶段 一个是刚信主的时候 一个是 很乐切的信主之后 最后呢 是你工作在工作职场上 你的生活 你的婚姻都需要上帝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上帝是多么的重要 而且我刚刚想 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 内心的人 什么时候 是考验你内心的人 在想什么 四下无忍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 我坦白说 我曾经也有很多的想法 真的是 想说 没有人看见 做了一下又怎么样 这种想法 现在比较没有 过去刚时 都在读门讯的时候 因为好不容易 可以拥有的手机 有可以跟外界联络 说坦白一点 曾经好几次真的很想 奇怪 寄家里面的电话都寄不了 寄药头的电话都寄得一清二楚 然后就很想给他按下去 但圣地就是那么奇妙 总是透过你身旁关心你的人 严厉的制止你 那时候的 在读门讯的时候 说真的 我的手机是需要被我们协会的牧师师母 检查的 他们会常常看我的FB 或者是看我的交友状态 看我在写什么 不对的 他会直接 直接 而言议的指 言议的告诉我 不行 后来我才发现说 当能看中你的时候 所讲的话是会付出代价的 好 回到我们的主题 绿是什么 它是恒常不变的影响力 它是一个倾向 人是不能用意志的力量 和任何的力反抗 就好像 做坏事 会有坏结果 做坏事就会有坏结果 当我想起约翰福音九章 那个生乃是瞎眼的人 过去在读圣经的时候 都是读得过 但是 那时候 我记得 我第一次很震撼的时候 是 我 我透过在晨曦会 门讯所上课的装备 老师的讲解 我们总是 就像 我刚刚所分享的 我吸毒的过程的时候 我的家人 我的妈妈 认为我是来讨债的 说坦白一点 那时候我还没有 还没有信主前 我妈妈到现在 也还不是基督徒 但是 他真的很感谢这位上帝 但坦白说 那时候的我 他总觉得 是不是我的祖宗 做了什么错事 以至于我 去碰毒品 是不是 我 上辈子 做了什么事情 导致我这辈子 会这样 我记得那时候去到 道教的公庙里面 大家都讲了一句 那些 那些所谓的神明 都讲了一句 真的被鬼附 说坦白一点 我就是那个鬼 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 但我们 回过头去看 真的是那么糟糕的 状态下 上帝都有帮我 把我们拯救出来 好 保罗在这边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有两个律 在我们内心存着 是一个是愿意为善 倾向肉体 就能无能 好 我这边有用 黄字 一个倾向于 依附肉体的感官 不用学 就上手 怎么讲呢 没有人教我说谎 但是 我为了 让我的家人 放心把钱拿出来 或为了去 让人 信任我 我讲了满嘴的谎言 但有时候我讲谎言 讲到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我都不知道我到底 我所讲的是 是不是真的 这边所说的 不管是金钱 不管是权力 不管是毒品 不管是酒精 他总是占据了我们生活的大半 然后 让我们生不如死 这就是这边所讲的 你想做 你做不到 但保留在这段经节 在罗马书的七章 这段经节的后面却给了答案 但是 他他说 不但是信主 我个人认为是 这个不但不但是讲我们为信主前 包括我们信主之后 还是一样 我们必须很小心 明白说 我们必须警醒着 我还是会 很多的事情会留住于习惯 所谓的习惯是 我们的过去种种的老我 但会不会改变 会 我知道我们都想改变 但是我们靠自己真的没办法 为什么 这边写得很清楚 你倾向于肉体就无能 如果没有依靠上帝 我们什么事都做不到 而且那些做不到 我们不想 不想做坏的事情 那些所谓的坏是什么 包括关系的破裂 包括 你对种种 事情的看法 我最简单的 我就讲 我常常跟 在跟人协谈的时候 很多家属就问我 为什么成瘾的个案会这么的难搞 我都坦白的告诉他 因为我们成瘾之后 活着不再是我们那个自己 已经是变了样 而且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都是为自己 从来不会为家人 但是很多的家属 也是觉得说 为什么 个案会这么 成瘾的个案会这么的反复无常 会这么的 满嘴谎言 我也是跟那些家属说 那是因为 很多的在关系里面 我坦白说 有时候我都会 跟家属说 你们就是解铃 还需戏铃人 你们就是那个重要的关键点 我坦白说 若不是我妈妈 后来改变了她的态度 然后 以至于对我所有的种种出来的行为反弹 而且做出很立即的动作 就像我刚刚所分享的 报警 然后我做错 我拖窃她就报警 然后 她很快 很自然 我妈妈到最后是都不用讲 东西不见就是报警 所以我都不敢 到后面我会发现说 奇怪 我的妈妈本来不是对我那么的好 怎么会忽然 忽然变成这样 我发现我忽然对她无可疲调 不然以前我都会用情感勒索她 很多的家属跟个案之间 也处在这个关系 家属会利用一切的 个案会利用一切的手段 对家属 其中的一位 可以任她所求的 为所欲为 而且很简单 我常常跟家属说 我们成瘾者 我啦 我自己 有很深的体悟是 我做不到的 我答应我的家人 做不到的事情 刚好而已 但是我的家人答应我 做不到任何一件事情 好像天出地灭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个想法 现在回过头讲 真的非常的清楚 好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 这边的版本所 吕正宗 译本 这边所写的 你要以大警觉守护的心 因为生命之泉源 由他而出 他 他告诉我们 要用很大的警觉 跟力量来守住你的心 守住你的感 守住你的想法 守住你内心的那个冲动 使你的心保持活力 这个活力是很健康的 因为你里面的力量由心发出 我记得在门讯的时候 那时候是有 是生牧师当主任 他带领着我们 他常常跟我们讲一句话是 改变是由内而外 不是由外而内 因为由外而内的 只是短暂的 由 由内而外 是不一样 是经得起考验的 既然里面的力量 决定外在的生命 我们本身能靠自己警觉 而有力量吗 答案是 不可怜 不可能 我坦白说 我发现 在我 我陪伴的个案里面 连我自己都一样 很多人有一技之长 但是一旦成瘾了之后 这一技之长都没有用 很多人的口才都很好 很多人都很有社会经历 但是一旦 成瘾后 这些只是会变成什么 他们利用的手段而已 原谅我这样说 我个人就是一样 真的 生命改变后 然后家人愿意接纳 然后可以在协会服事 然后每一年过年回去后 我记得跟我的那些朋友 我们从小到大这样一路走来的 他们到现在才终于接纳我 他相信我改变 他们都异口同声告诉我一句话 你知道你过去多可恶吗 他所谓的可恶是 他们讲了很多事情 我到现在想起来说 我到底有做吗 其实 我只是不愿意去面对而已 但后来他们都说 现在你终于 成了一个人样 可见我以前是 人模鬼样 好 这边讲 里面的力量决定外在的生命 我们本身能靠自己的警觉 而有力量 而有力量吗 只有福音 就像圣经所讲的 福音本是神的大人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第三段 信靠主满有恩典 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 残苦啊 我这个人 谁能援救我脱离这 由始掌权的身体呢 没办法 没有人 人不能互救 人也不能靠 任何不属神的 力量或东西去得救 所以借瘾 就是借心 借什么 借心里面的那个瘾 外在的瘾都好处理 但内在的瘾真的是 只有你在面对上帝的时候 才能坦坦 沉沉的在他面前 打开来 曝光 我自己呢 第一次 从第一次 进到监狱里面 我就活在死的循环中 所谓的死就是 初遇碰毒 然后 说谎 欺骗 入狱 然后再 初遇碰毒 说谎 欺骗 入狱 这样循环 循环 循环 有时候我都在想 我信主有那么的顺遂吗 坦白说 若不是神的保守 真的 那第一个跌倒的 绝对是我 我四十几 一百零二年 六十三年 三十几 快四十岁的时候 才真的 开始经历戒毒的过程 在这一段日子里面 我有很多的梦想 我想成家立业 我想孝顺父母 但是都做不到 每一次都自己 打自己嘴巴 因为 我 我深知 毒品不用来找我 我会自然会去找毒品 所以 我跟人 处得不好 我各环境呢 我总觉得 每件事情都是在敌对我 我面对自己 我面对自己 我自己又不 一直活在谎言里面 那个谎言包括骗人 包括骗自己 我坦白一点 我坦白说 我在这段过程里面 我难道没有想法 想要再去找以前的朋友吗 真的 我连这些都不敢想 为什么 因为 有时候我连做梦睡觉 睡觉做梦都会梦到在碰毒品 我醒来都会吓一跳 我怎么还会有这个想法 尤其是 每一次过年回去 走过那些熟悉的路 进到那些 看到那些熟悉的房子 里面都有我曾经待过的影子 我忽然间会觉得 安非安非他命的味道又 又让我闻到了 那种感觉很可怕 每次我记得 我回到台南 真的我妈妈就 她总希望这三天赶快过去 除夕夜回去 大年初二就回到台北 她说尽量叫我赶快走 我 那种感觉我不知道 你们的家人到现在 是不是还会怀疑你 可能你现在是在读门训了 可能现在你已经戒毒 你觉得戒毒成功了 但 我们要扪心自问 若不是上帝的保守 我们可以走到这样吗 说真的 而且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要学习 在爱里说诚实话 我们要学习 在 生命的关心里把一切的问题交托给主 但是交托给主我们有 会有自己的想法 都很好 但是慢慢的 你会发现 信主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所谓的美好事 我等一下会说 好 我们来看 劳苦 愁烦 是我生命的光景 谁能救我 我不喜欢快乐 但是现在不一样 我是说我刚信主的时候 尤其还没有信主前到 懵懵懂懂信主 那一段过程里面 我发现我不喜欢快乐 因为每当我快乐总是短暂的 因为我会发现快乐后面会有 一个很大的黑暗会马上的笼罩来 马上的夺走我 夺走我的快乐 我会发现 我什么事情 我都不敢去面对 我会发现 我有很多的问题 我都没办法解决 到最后我就这双手一摊 随便 好 第三段 信靠主满有恩典 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 保罗给我们唯一的答案 感谢上帝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人脱离了 这样看来 论我自己 我是心思上 给上帝之律做奴仆 而肉体上 给罪之律做奴仆的 没有提见 没有听见福音 我们都活在肉体之中 当我们接受了福音 那我们就要有 一个新的样式 而这个新的样式 不是你靠你自己活出来 接受福音 心靠基督 我们才会有生命的盼望 而且这个盼望 你会 非常的笃定 是能达成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四十几岁还能结婚 我也没想过 会有人接纳我 这样的人 当成他们家的女婿 真的感谢上帝 就这样带领 然后很奇妙 我也没想过 我的另外一半 跟我妈妈是 那么的麻吉 所谓的麻吉 是他们 怎么讲 他们上帝会透过他来 帮助我 让我活得更好 我会看到上帝所给予的 每件事情 都是那么的美好 好 保罗告诉我们 唯一的答案 就是信靠那唯一的主 他就是耶稣基督 以前 在戒毒班的时候 在监狱里面 戒毒班 每天也是毒经 每天也是祷告 但坦白说 毒经祷告之后 想做什么事情 因为那时候 我们那边是 监狱是有开放烟禁 但是我们山上戒毒村 抽烟是会 是不能抽烟 所以我每天 我这个做干部的 我在里面当文书 我每天做的 唯一的事情 就是想尽办法 会客的时候 把现金搞进来 然后用现金去买 香烟 然后让大家都能 享受那个罪中之乐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可怕 为什么 当时候 应该是说 人在罪里面 就是找那个刺激感 那个刺激感 就是怎么样的 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自己就却骗自己 不知道 或者是 就是享受那个 偷偷摸摸 偷偷摸摸 那种快乐 但现在觉得偷偷摸摸真的 何必呢 我何必把自己搞成这样的 但感谢主 我以前会弄的 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是一模一样 都一样劝人为善 但后来发现不是的 信靠主耶稣跟其他的宗教是完全不同的层次 宗教是人找神 信仰是神来拯救人 他主动 我们被动 不是我们主动 然后神 就能有求必应 心成哲理 不可能 不可能 好 祷告 读经 灵修 是一种生命关系的连结 绝对不是一个修行的途径 以前 我刚从 我们那边 就是戒读村 然后考上门训 然后来门训之后 我发现 我那时候我在 我们戒读村里面 我是很特别的一个 后来我发现 我的特别在晨熙会不是特别的 有很多比我更特别的 所谓特别是 大家都很有才干 但大家都一样被毒品所捆绑 要比较 有的人关得比我久 有的人 家庭比我更破碎 但我们总是看见 就是上帝这样把我们带过来 那时候在晨熙会 真的是在晨熙会开始 开启了我真正 什么叫做信仰的关系 那时候我觉得 因为 祷告也可以装 读经也可以假 隐修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过程 那时候读经总是 读到最后看到圣经 就是拿着圣经指着那个人 他就是这个人 我不是那个人 但后来发现说 这都是一个过程 生命关系的连结是什么 是你需要他 只有他能帮你 他也愿意帮你 我相信他的赦罪之恩 并接受他赐给我的新生命 但是那个过程 你会经历起起伏伏在所难免 或许你还会有一些 行为 或者有一些想法 但是你要 我们要清楚知道 如果上帝拯救我们是恩典 他不会去招一个 那么可恶的人 来以后去救他 如果我们都是很好 他不用来救我们 但是他今天救我们 他他他愿意 把我们从那个最后之中领出来 他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千千万万 不要认为说 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是不可以原谅的 我做了 然后自己先定罪自己 我坦白说 如果我们常常会推卸责任定罪别人 那也是一个不好的 行为跟想法 但这些都是一种习惯 我们的救人非常厉害 都会做 但就如同我刚刚所讲的 我在这边 我在我们我们协会服侍的时候 我坦白一嘴 可以跟那些个案的家属协谈 坦白说很累 但是越累的事情 越需要信靠上帝 因为我知道 不是我厉害 是我的上帝厉害 也不是我能 我凭什么我可以去辅导 我可以去帮助那些学员 我想我要的 我想想的是什么 很多人都说为了他好 为了他好 成因者常常会说 你如果为了好 为了我好 你就照我的想法做 你看人跟人之间都会有这样 何况是 我们跟我们最亲的人 在信主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我愿意顺服他的话语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那么又真又火 我知道我所跟随的这位主 是让我能抬起头 所以用神的 当我读经 祷告 我都知道上帝在透过他告诉我 我要 好好遵行他的话 好好守他的诫命 其实我们要守诫命很难 但可以帮助我们的是什么 你要知道 你的软弱 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所说的 主耶稣亲口跟保罗说 我的恩典 够你用 他怎么说 我们的软弱 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我配让上帝来爱我们 我坦白说 就是因为你的软弱 吸引他的爱你 不是你的刚想 不是你很厉害 我们常常到神面前 祷告不是一种 祷告不是一个怎么讲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想法 但是你要必须明白 他给你的都是最好的 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回到我们这边所讲的 我们相信生命的改变是由内而外 有真信心才会有好行为 我坦白说 连信心都是上帝给你的 我们自己没什么信心 我常常以前 后来有去读社工 很好笑的一句话是 我记得好像我不知道从哪一篇文章说 你跟一个现在那种定罪控告 现在那种惊慌害怕的人 你叫他想开一点 我们真的没资格 但是如果你明白他 你了解他 你跟他说 我们一起来面对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或许还有说服力 就像以前我认为说 如果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 他应该会怎么样 应该会怎么样 后来我发现说 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怀疑 我是不是还在为自己找出路 真的 我们可以在读经祷告之后 有时候默想 我在想什么 没有什么定罪控告 上帝都不定罪你的 没有人能定罪你 但是你必须移开他的恩典 常常带着你的软弱来到他面前祷告 将你的忧虑卸给他 将你的劳骨臭泡 卸下来 他有足够的能力能帮助你 好 主耶稣比任何人都了解 我不知道 主耶稣在你的生命中 占了多大的部分 但我相信他的权柄 他的接纳 他的带领 他救赎我的事实 我没有太多的怀疑 我只知道他的恩典够我用 在他里面有确定的安息 安息不是什么事都不做 而是卸下来 你把你的 你想要在他的救恩里面 去掺杂一些你的行为 来证明你足够可以得救 那是错误的 但你可以做到不论断 不怀疑不忧虑吗 可以 你要信靠这位上帝 而且信他在圣经里面 所说的每一句话 他爱你 他也真实的与我们每个同在 将来的每一天 我们都有能依靠他 而面对问题的勇气 好 以前 我想要改变 我想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我想都没想 但现在 我相信上帝的引导 我相信我活在神的恩典中 有主的人生 定罪控告遗憾 渐渐的都远离我 有的是什么 官民的道路 我有活泼的盼望 我相信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他重价买回的 我也知道他能给我足够的信心 跟智慧去面对我所面对的挑战 我不是独自一人 我有我的上帝可以成为我的依靠 就像这边就写 当我们常常思想他的话语 我们知道只有这位主配得我们跟随他 只有这位主带领 可以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中宝 只有这位主可以拯救我们 你就会明白说 原来基督徒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但你千万不要因为目前的状态 对主就失去了信心 好你要强强把恩典记在你心里面 你在想什么 上帝都知道 所以你也不要骗别人 但是你要明白 他的恩典 总是让你出乎意料 好 唯独信心 信心就是让我们双手摊开 我们支取 我们用信心之手去支取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用信心去信靠他 好 我们读经是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证明我厉害 我们读经为了不是去定罪别人 我们读经是要让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 成为一个让主使用的器皿 以至于我们的生活 你的婚姻 你的将来 都能让人看到神走过的痕迹 感谢主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在他里面都不一样 真的 如果你现在的状态 你现在的阶段或许还有一些挣扎 但我能告诉你 上帝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 但你必须把主权交给他 什么会交给他 你要相信任何你所面对明天的问题 那个结果 你不要去想结果要怎么样 你把结果交给他 你只要顺服跟降服他 你必须知道说 他是有那么大的权柄 他是那么的有能力 你就会发现你过的每一天都非常的有意义 也许你现在所过的每一天总是有一些 不舒服不高兴 或者身旁就很奇妙 身旁的 全台湾2300万人 很奇怪 跟你在你旁边的人 就是那么的让你讨厌 有时候你必须去想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觉 你的感觉不会是 不会是怎么样 我应该这样说 就是说 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 我们总是觉得别人的讲话 或者我们总是觉得 别人怎么样 或者是我们总是为自己想 没有一个人不会为自己想 但是你要明白 当你知道 这位上帝为你付出那么的代价 他的儿子 拆拍他的儿子来拯救你的时候 你接受了 我可以跟你打保证 你的将来 有他的带领都会不一样 而且每一天你会发现 那种你所信靠的 一直不断的在你生命中改变你 让成为你的祝福 成为你的引导 以至于你的盼望越来越真实 感谢主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他的恩典当中 好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透过圣经告诉我们 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的时候 你就在我们当中 或是我们线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正在经历你 但主你是经得起考验的那位主 因为有你的带领 我们每一个盼望都不知落空 但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真实的上帝 你也是那一个替我们着想的上帝 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你面前 都蒙你的祝福 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但主我们只渴求 我们常常可以亲近你 更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以至于我们能活出荣耀你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谢谢传道的分享 那线上有一些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可能是要问线上的 我问传道的 好 好第一题是建序传道 我记得赶入了宴是不是有动感孕育课程 你也会带学员去做见证或传V吗 可不可以分享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以及服侍的辛苦 不一样哦 赶入的宴动感孕育课 我不知道这个是指的是什么 但 我们有体育课 我们也有一些出外的见走课 都有一些课程 但很特别 我发现是 这几年我们所接受的个案 比较特别都是从医疗端过来的 就是经过阶段 都有住院住一阵子 然后再无缝接轨到我们里面 在我们那边 他们能很快的进入状况 但是我都坦白的告诉他们 我们在这边 我们是以圣经为本的教导 教导 然后以信仰为主 但我不强迫你信主 我们那边是 我是直接讲 我不强迫你信主 但是我有赞美 我有敬拜课程 我有诗歌交唱 我有晚上的读经分享 我甚至有小组分享 你都必须配合课程 但很多人就这样 潜移默化的接受 目前我们带出去外面 做见证跟传福音 我们有个反读电影车 我们都会去学校 但学校里面 禁止讲宗教 但我们都是会带过去 常常会不自主 就感谢主 他们都说谁是感谢主 我们说感谢耶稣 然后可以分享我们 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以及服事的辛苦 我感濡得验 目前最大宗的服务 应该是说 我们那边目前13个个案 有11个 每个月都需要去看医生 拿处方签 然后一个人甚至有 精神科内科 或者是 就是说他有看病的需要 在我们那边吃药是允许的 但必须吃 医生所嘱咐的处方签 而且我们那边也禁止 建议个案断药 所以到我们那边的个案 他有许多的规定 必须去遵守 跟晨曦会大同小异 但服事的辛苦 刚刚刚讲的服事的辛苦 我发现 其实 我若不是依靠着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服事 因为那个热情早就会没有 但很奇怪 很奇妙就是 上帝总是知道你在想什么 他会透过你身旁的属灵的伙伴 或者是教会的牧者 提醒你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耳朵打开 听 我常常跟我们山上的弟兄 我们说山上是我们 协会的弟兄分享说 有耳就应当听 耳朵不要长 包皮 耳朵要打开 但是 说坦白一点 赶路德燕跟晨曦会比较 我们那边 福音的性质稍微 薄弱了一点 所以你会说 比较不一样 但我们一样 所有同工都必须 信靠主 仰赖主 常常为 我们的羊祷告 为自己祷告 甚至 我们每次 会议 我们每次 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秉持一个心 就是说我们互相包容 若不是上帝包容我们 我们真的没办法 可以这样 尽情的服事 第一步需要怎么样一个行动跟态度 你要放弃你自己的想法 不要想太多 你如果是真的走投无路 感谢主 是上帝允许你走投无路 你走投无路你 上帝才会开一条路给你 人有太多的路 不会想要戒毒 所以要什么的态度呢 态度是 我发现家属比个案重要 家属必须知道说 他现在所面对的成瘾 成瘾者 是不一样的 跟过去那个还没有吸毒 还没有喝酒的人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常常提醒他们说 你会不会去感受到 你的家属是那么的可恶 比陌生人还可恶 他说对对对 我说可恶 那你可不可以把他当陌生人看待 他说做不到 家属如果做到了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吸毒一直 我想问 你觉得生命中还有什么软弱 仍然需要面对得胜的 我个人有一个很大的醒悟是 我不能没有上帝 就像我常常去学校反读宣导 没有人不喜欢掌声 但是掌声会将一个人 变得很骄傲 也没有一个人 还有什么软弱 我觉得包括情绪 脾气 坦白说 有时候在骑车 有时候都会觉得前面车子 为什么这么 怎么开这么慢 他到底在搞什么 我就无缘无故的三把火就会上来 我就会忽然说 我怎么会这样 我不喜欢的我偏偏会 所以我必须祷告 必须很安静 必须怎么讲 相心比心 有时候看到那个 年纪大的长者 他们在开车在路上 我就因为塞车而已 我就整个人心情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我现在 会用恋味的方式去面对 常常听诗歌 然后常常听讲道 我可以 坦白说 我不建议大家像我一样 一边骑摩托车 一边听诗歌 那个是不太对的事情 然后还有什么软弱呢 软弱是 有时候我们会坚持自己某一个想法 但我发现 我越来越能信服上帝 是 我身旁的 我很感谢主 我身旁的 我的伙伴们 都可以愿意付出代价 去跟我讲真实话 然后我也愿意接受 我不会像以前 你们凭什么讲我 你们又不是我 我告诉你 我这个想法越来越没有 但是 我还是要很警醒 因为我若没有 常常意识到 我是得救的 我没有意识到 我的上帝与我同在 我还是会有一些 自己的老我就冒出来 无缘无辜就冒出来 好 服饰遇到瓶颈 如何去解决问题 我投入服饰这几年 我坦白说 遇到瓶颈 不是没有 常常遇到 常常会遇到 但我会回过头看 我走过的这段路 上帝没有让我失望过 总是带着我 一关一关突破 那我为什么还担心害怕 我就祷告说 主我知道你正在带领我 我愿意遵守你的带领 瓶颈 人都会有瓶颈 但是这个瓶颈的问题 会越来越怎么样 越来越不会影响到你 而且你会很快的就会意识到不太对 意识到不太对的时候 你要马上回转 认罪悔改 但我坦白说 我刚刚分享的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上帝不会无缘无故 去找一个不完美的人来定他罪 你必须明白 他能完全的包容你 他也能完全的带领你 他也可以让你有不一样 但他只要你做一件事情 相信他 简单介绍 赶路得宴 我在第二 我刚刚有分享我第二次关的时候 在戒独村关 那时候我们戒独村有一个音乐班 我也不知道音乐班是在干嘛 就是教我们唱四歌 然后赶路得宴的牧师师母 就从台北去到台南 去上了四个小时 然后我是那里面的学员 四个其中之一 以至于我第三次服务完行 出狱后来到台北 我去面谈的时候 我走进 那时候我们赶路得宴是开餐厅 我走进去看到我们师母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完蛋了 我跑不了 我不知道怎么那么的奇妙 这么多人 我偏偏在这边遇到他 现在想起来都是上帝的安排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 赶路得宴现在有三个事工 一个叫戒独 一个叫反独 然后一个叫儿少关怀 我们关怀很多青少年 就是我们去反独 宣导这些青少年 他的爸爸妈妈 是因为成瘾问题 在监狱里面 然后他是隔代教养的 他的学费就由我们负担 目前有11个个案 然后赶路得宴 目前只有一个村 然后我们最多可以容纳22个人 但我们那边有收费 我收费问题我就不要谈了 请问传道医疗端来的学院 你们有没有建议他们吃精神科的药物很重 我们都会请 譬如说这个个案还在住院的当 住院的过程里面 他的家属先来求救 我会请家属让我跟社工或者是医师 我会告诉他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们的规律我们是什么 要不能就是要开始让他吃的药不能这么重 我们那边是不允许上课打瞌睡的 我们那边是管得很严 所以管得很严就是说 他必须每个不能借顾不上课 也不能因为吃药而把自己 怎么样 坦白一点我一直跟我们的学员讲 我们不是安置机构 你们来是要改变生命 有一天要回到家里面的 辅导员在照顾他们上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保管药物按时服药还有去看病的时候 我们不会让个案跟医生单独讲话 我们会在旁边听 所以我们所配合的医生都能 都能跟我都可以 让我们在现场在旁边 但我们不会讲话 然后药物很重 我们照顾他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但坦白说 我们 我们会鼓励个案减药 但是我们会带到医生面前 请他自己跟医生讲 然后让医生经过医生的嘱咐 我曾经试过 应该是很多年前就试过 忽然间叫个案把药拿掉不要吃 结果第二天他就疯了 所谓疯了是他整个精神就状态就 因为他长期吃药 他必须有经过那个过程 你不能一下子凭着信心 我告诉你 我们真的没办法去 去怎么样 去考虑到后面那个后果 没办法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承担得住 然后 甜蜜吗 我刚刚有讲啊 我妈妈 我妈妈 我妈妈对我是 怎么讲 对我是非常有影响力 所以现在 我的 另外一半也非常的有影响力 所谓的影响力是 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去 开庭过 然后请的律师 我常常跟秀娟讲说 为什么每次我跟你讲一些话 你就会站在对方的立场 说我不对 那我干嘛跟你讲 后来他经过了磨合想法 我才发现 他是 他是带着代价在告诉我事实 所以你说甜蜜吗 分享 相处 知道 我们两个一个月见面了 可能不到一个礼拜吧 我们只能透过电话 我们彼此都有服事 所以说 基督徒 夫妻之间的 还有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但我们都需要上帝的保守 我们必须常常的带到上帝面前 是啊 我常常也自己跟自己讲 真的我从来没想过 我常常会去想说 我凭什么去娶 别人的女儿 我凭什么去成为人家的丈夫 我凭什么人 可以怎么样 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告诉你 真的 我所奢求的上帝 真的每一个事情都让我心满意足 但 相处之道 我觉得做老公的就是听老婆的 就没什么什么叫相处之道 你会发现 你会很喜欢听老婆讲话 听老婆吩咐 但是还是有时候 夫妻之间在沟通的时候 要讲实话 要讲良心话 但不要在情绪中做决定 OK 建许传道的分享 我不晓得 我们的秀娟老师 有没有在线上 有要补充一下吗 还是对刚刚建许所讲的 有些 需要 纠正一下的 有没有 来了吗 有有有有 现在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有有 听到了 听到了 我唯一的补充就是感谢神 他爱上帝给我更深 赞 好感谢上帝 好谢谢 谢谢 秀娟老师的分享 好我们跟线上 还有没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跟线上打个招呼 我们来看线上的 有哪些同工 跟我们在一起分享 好我们看到了 爱福二村 同安街 好感谢神 还有满乐福 太北的满乐福 戒毒中心 还有田中辅导所 田中辅导所 陈熙会七谷门讯 直门讯 昭露山庄平安 昭露山庄 还有晨光 昆明的晨光平安 还有美龙春 女门讯 还有乙辩乙界 平安平安 还有台南辅导所 台东村 好 太北门讯 还有芬园平安 还有姐妹之家 好 龙颂堂记平安 师母平安 平安平安 还有屏东辅导所 好 这是应该是中国嘛 对 然后苗二村平安 还有王鹏弟兄平安 加拿大 哎我看到有没有加拿大的 看到有两位 这两位是刚到加拿大 好 好吴英俊老师平安 谢谢你 还有线上还有家属团企 还有围瑶传道 还有亚杜兰基隆村平安 这是马来西亚的对 出埃及 马来西亚 还有德胜之家 还有木恩的培训 还有亚杜兰的壮围村 友爱关华协会 还有马铃村 亚杜兰的马铃村 好 好 好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在线上一起来学习 好 这里有个我要问传道了 你对成功戒 戒毒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吧 成功戒毒的定义 我常常跟我们来谐谈的家属说 他们都问我 我会问他们说 你们想要个案改变什么 这句话也成为我心里面 那个踏实版就是 从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一个负责任的人 他是会面面俱到 他会考虑到别人的想法 或许刚开始不舒服 所以我戒毒的定义是 一辈子你都必须 依靠上帝的恩典 直到建筑面 你才会真的把毒戒掉 我不是说我还会吸毒 我只是要告诉你 毒品 你二三十年的习惯 我刹那间因为上帝的恩典改变 我必须常常的警醒 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那个定义是 我要做每件事情的时候 我有没有去顾虑到 我身旁的人 所谓顾虑是 不是依我自己的意思去做 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 我当然是想 干嘛就干嘛 我干嘛去想别人的事情 但坦白说 我必须 在乎别人的想法 所以你说戒毒 我就刚刚所分享的两个层面 一个是时间 是你必须在建筑面的时候 你才是真的把主戒掉 第二是 你耳后的后半人生 都必须跟随着主 你才有办法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以上 何谓戒毒成功呢 就是我们在 信仰里面呢 绝对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戒毒而已 所以真正的戒毒成功呢 就是要 回到信仰里面 就是要认识神 我们回应戒毒 就是要让我们得到永生的盼望 永生的盼望 就是除掉罪 只有耶稣基督 才能够除掉罪 所以我们是在戒罪 除罪 当你罪得到赦免的时候 才能够 坦坦无惧 来到施恩宝座前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所谓戒毒成功 什么叫戒毒成功 我觉得就从信仰来看 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神 跟随神 刚刚传道有讲到 要认识神 要跟随神 所以我们为什么 一直鼓励我们的弟兄 当我们在晨曦会 住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有戒毒学院 为了就是要让你装备你成为一个传道人 将来能够传主的福音 不仅能够救自己 又能够救听他话的人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是教导一个人 他不是只有为了自己 他将来还可以帮助需要的人 所以这就是我们陈希会一贯在做的 因为我们一直扣着啊 我们的愿景啊 领人归主戒毒成功 门徒训练 戒毒宣教啊 这这几个啊 就是我们一直在扣着这 紧紧扣着这边 然后我们在做设计所有的课程 都是为了能够达到啊 福音的目的啊 这是最重要的 好啊 我们看还有没有啊 线上还有信息 我们再看一下 好 感谢上帝人恩典 好 龙宋 哦对对对 刚刚没有开麦克风 好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来报告一下我们下次的课程 哦 下次的课程是我们的讲题是审判的 我们下次的课程是9月16号同样7点钟 哦 证言传道呢 他是2005年开始来承熙会戒毒 然后他是承熙会门徒训练中心13届毕业的 13届毕业的啊 目前是台湾承熙会的同工啊 在啊 承熙会服事已经13年了啊 所以他是田中村的同工啊 我们下次要来听他分享啊 他生命的见证 还有他的讲题审判的主 论是否坐在主身上啊 这是一个啊 看起来很很很伟大的很大的一个题目 我们下次来听听啊 阵言传道跟我们分享 好都没有其他问题啊 刘牧师有在线上吗 没有吧 好因为他现在在温哥华 应该是时间上是对不上的 他时间上是对不上的 好的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啊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期待下星期一的课程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 谢谢主 那我们今天能够透过网路视讯 我们听到 进去传道的分享 啊 也看到啊 那生命的见证 求主继续恩待 保守看顾 啊 看顾我们在这里的学习 所有的侍奉 都有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 再次的仰望你 求主来带领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